新中国建立后 蒋介石便一直守在台湾 而在1956年的一天 老蒋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封信 在其看到写信人时大为震惊 原来是毛主席的亲笔 为何毛主席要在这个时间段 寄给蒋介石一封信呢? 信中的内容又是什么? 蒋介石又会怎样回信?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的始末 点个关注 可以查看往期视频 长按点赞 还有机会获得红包奖励 1949年12月10日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在成都被人民解放军包围 随后于凤凰山机场 搭乘军机飞往台湾 而我军也没有乘胜追击 自此 蒋介石从未再踏入大陆一步 虽然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屡次想要反攻 但都被我军轻松应对 渐渐地 老蒋也知道 反攻已经不可能了 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了解 为何蒋介石在败退后 会选择台湾作为退路 这个决定可不是仓促间就决定的 虽然蒋介石曾安排了很多退路 但台湾确实是这些退路中最好的选择 首先 台湾气候湿润 农作物特别适宜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并且岛上物产资源丰富 粮食储备也能够满足近200万撤退到台湾的士兵 以及一起前往的家属的需求 第二点 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台湾海峡 长度达到了100多公里 当时我军的海空实力还处在进步阶段 想要逾越台湾海峡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其三 台湾在1895年被日本侵占之后 经济体系与大陆断开 而工业以及交通发展已经颇具基础 更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 台湾临近太平洋上的重要航道 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其他国家援助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综合各个因素之后 决定把台湾当作首要选择 尽管蒋介石在退居台湾时 做了周密的计划 但依然撼动不了新中国的地位 1956年 周总理在接见张世昭时 两人聊到了两岸问题 周总理表示 尽管曾经国共两党打得不可开交 但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 让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 而对于蒋介石也秉持着欢迎的态度 如果愿意回来 那么大陆将随时为他开放 张世昭听到此处 突然想到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现居住在台湾 一个想法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随即开口说道 周总理 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 周总理现状也兴致勃勃等待他的下文 张世昭透露 他可以借探亲的名义前往台湾 并将我党对两岸的看法 传达给蒋介石 看看蒋 对于台湾回归大陆 有什么看法 总理听后连说三个好字 随即便把张世昭的想法 反映给了毛主席 谁知毛主席听了这一消息 竟皱起了眉头 新中国建立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 谁知一位朋友前来拜访 并带来了毛主席写的信 这封信到底写的什么内容 让蒋介石大为惊叹呢 当年朝鲜战争时期 本欲靠武力收复台湾的我军 临时决定前往支援朝鲜 而蒋介石在这期间 意图反攻大陆 不过老蒋贪心不足 舌吞象的想法 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而且上干领战役的结果 更是让蒋介石觉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没有任何一个部队能够与我军匹敌 更重要的一点是 美国想要干涉我国内政 引导台湾与大陆分裂 这一提议也同样被蒋介石拒绝 当毛主席得知消息后 对老蒋大为赞赏 1956年开始 两岸对话变得频繁了起来 张世昭更是要亲自前往台湾 寻求途径与蒋介石联络 为国家统一作出争取 在周总理将这一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后 毛主席眉头一皱 思考了一下 随后就露出了笑容 如果真的能够和平收复台湾 那将是新中国的一大喜事 为此专门安排时间 和张世昭见了一面 两人谈乐了很长时间 在聊天结束后 主席表示自己要写一封信 也请张世昭将这封信交给蒋介石 但张世昭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 如果单独去面见蒋介石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主席建议让他找一位中间人 再让中间人将这封信交到蒋介石手中 经过一番筛选 决定联系许孝岩 作为和张世昭一起长大的墨逆之交 毛主席对其也非常放心 随后张世昭就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 找到了许孝岩 老友见面甚是开心 在一番交谈后张世昭也表明了来意 透露出此行的目的和想法 并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了他 许孝岩深知此事重大 丝毫不敢待办 立马安排好各种事宜后 出发赶往台北 到达台北后 通过之前的关系 很快就获得了和蒋介石见面的机会 当蒋介石看到这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时 也十分诧异 在得知许孝岩前来的目的后 蒋介石就更加震惊了 他根本想不到 毛主席会亲手给他写一封信 尽管蒋介石猜不到信中的内容 但他也绝对不会认为 毛主席有加害于他的想法 因为毛主席一生光明磊落 不可能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在蒋介石拆开信件后 一字一句地从头看到尾 一遍看完 像没有理解一样 又看了一遍 久久未说一句话 见到这样的情况 徐孝岩也默不作声 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惊扰到蒋介石 又过了两久 蒋介石才将信轻轻地放在茶几上 对着徐孝岩道了句 辛苦你了 便再没说什么 轻轻走出房间 毛主席的信中究竟说了什么 让蒋介石这般模样呢 新中国建立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 谁知一位朋友前来拜访 并带来了毛主席写的信 这封信到底写的什么内容 让老蒋大为惊叹呢 蒋介石看完这封信的内容后 久久不能平静 信上写的就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前身 一共四条方案 第一 在中国统一的前提下 除外交权之外的军政人士等权力 都可以交给蒋介石 第二 在台湾进行经济建设时 如果遇到资金不足的情况 中央可以拨款协助 第三 台湾的制度改革 完全尊重蒋介石的意见 可以尤其考虑将制度暂坐保留 还是转变 第四 国共双方一定要保持和平 两岸必须互助团结 不做破坏对方之事 这封信可以说诚意满满 毛主席将个人 两党 以及台湾的未来 都在这封信里做出了规划 而且在末尾还提到了 凤化之目炉依然 西口之花草无恙 希望蒋介石可以回故乡看看 凤化西口 是蒋介石的故乡 一位远离家乡的人 不管是何身份 都会怀念自己的故乡 并且主席还说到了 蒋家祖坟依然完好 想必也勾起了蒋介石心底的温柔 为了让蒋介石安心回大陆 连职位都已经准备好 周总理还在公开场合表示 蒋介石如果愿意回来 职位不会低于国务院 在蒋介石看完信后 对许孝颜说了六个字 辛苦了 你走吧 虽然只说了短短六个字 但这一趟注定是无功而返了 不过嘴上说着拒绝 心里还是想着探一探我党的虚实 随后便派宋一山前往北京 看看我党真正的意图 1957年4月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东兴楼饭店 会见了宋一山 亲切地对他说道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曾经国共合作时还一起吃过饭 希望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坐在一起 随后中央统战部部长提出了四个条件 大体与信中无益 而宋一山听到这些提议也非常愉快 表示会一字不差地转述给蒋介石 就在合作有了眉目之际 我党与蒋介石的中间人 因身体状况相继去世 尤其是张世昭的离世 对于两岸关系影响非常大 再加上宋一山回去后 在报告中写的大多都是夸赞共产党的语句 这让蒋介石心中也非常不满 所以这件事就暂切搁置 1975年 因没有中间人 蒋介石兜兜转转向大陆方面发出信号 想邀请毛主席前往台湾 在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 非常开心 但此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周总理也重病在身 难以担此大任 直到蒋介石病逝 两岸沟通也没能继续 其临终一言说道 棺材不落土 希望有一天能将自己葬在故乡 这位阔别故乡26年的萧雄 临死前也没能回到大陆 这不禁让人感到遗憾 虽然国共两党曾经有过冲突 但蒋介石也并没有接受美国的提议 分裂中国 而毛主席更是宽宏大量 愿意接纳蒋介石 虽然最终也没有成功 但这份精神使我们感动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